覆个10万分钟就可以了 今天是周日的2点46了 我本来是想给大家展现非常健康经济生活的一面 就和我们这个七八点都起来然后洗漱什么吃早餐那种 但是算不如添算 反正今天一睁脸就是12点 我刚洗完澡 然后正好现在开始护肤 我最近在刷蓝酸嘛 其实刷蓝酸的皮肤就是很敏感脆弱 需要给皮肤充足的水分 所以其实补水和防晒都特别重要 先做补水这一步吧 补水就算肯定还是补水面膜啦 用的是之前开身又介绍过的这个伊莲的光酱酸面膜 前边也说就是刷蓝酸的皮肤是很敏感脆弱的嘛 就需要补水 所以后续就不要用就是成分敏感刺激的 类似于美白抗皱的成分的护肤皮 就是功能越简单越温和越好 这款面膜的成分是挺温和的 有五层透明质酸 其实就是额尿酸 可以照顾到就是皮肤的每一层的塑水保湿 像神经西安就是有那个保湿修护屏障的作用 医生员就是可以维稳肌肤的 不天天防护积和那个刺激的成分 而且我是咨询过客服的 他说是可以刷完算之后的皮肤用 我好像就是很久没有这个角度 跟你们拍过视频了 我现在其实是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这 这个敷着感觉就特别舒服 你知道吗 不天 完美 精华液往胳膊上往一样 我来利用这个时间涂一下指甲油 这个也是上次开箱出现过的那个指甲油 非常好用 就它涂完之后感觉指甲健康强健了很多 而且干得特别快 敷个十来分钟就可以了 你像我刷完算是比较有点泛红 然后这儿是有点干到气皮那种感觉 敷完之后都是有一定程度缓解了 我是比较习惯就不会敷完面膏 就立马洗掉 就是又会在这儿慢慢按摩一会儿 让它再吸收吸收 其实还是那句话吧 就不管你是什么肤质油皮啊 干皮或干之类的 一定要动肤水 皮肤滤出水之后是可以改善它那个皮脂分泌 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皮肤问题都解决了 我刚才去冲了白脸 然后现在来做接下来的护肤 虽然我是干皮 但是夏天白天的护肤 我也是比较清淡于乳液的这种形式 用的还是这个月威的乳液 我用的是资准版本的 它会稍微有一点点粘稠 它是有一点抗老功效的 它宣传就是由内移植老化蛋白 抗老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过程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产品是说 可以涂上去之后皱门啊什么 下水立马得到感伤立马消失了 但是你很早就不管是做护肤品 还是一些生活习惯 还是一枚开始做的话 那肯定比股多会强很多 脖子上也来一点 我这个颈纹真的是有点严重 我得加快 我头发都快干了 这个是雅诗喇喇的抗重霜 这个其实还蛮贵的 是别人送给我的 但是我一直没有拆开那套装 在柜子里放 就一直放过去 然后就很心疼吧 毕竟是好东西 所以我就用它来擦脖子 但是特别好笑是啥 就这东西可能真的是营养很好 我脖子刚开始涂的时候 它长了好多那种 跟脂肪粒子的东西 不知道是不是 无腹消瘦吸收不了 我做护肤的时候 会全程在口面背试 就是涂完一层中 手上都在粘的话 就得擦掉 不然难受 等一下是要出门的 然后做一下防晒 防晒霜最近开的两关是 一个是这个Misting的 这个它很多版本 我其实分不太清楚 这应该是最新的吧 然后泰版 还有什么国内版 这个我也分太清楚 就是你们看它这个包装 防晒值是SPF50加PA3的感觉 它是那种乳液质地 然后闻起来有点像 那种宝宝箱的感觉 然后这个也很便宜 我是看好价值 大概是50块钱以内甚至可以 你看它这流动的非常强热 是能乳液质地的 不会有那种突然之后 浮着一层白色粉 也没有酒精味道 是干皮用起来 觉得舒适度非常好 现在比真的很高 尤其学生胆非常友好 还开了一个防晒 是这个亚顿的菊菜防晒 这个是老朋友了 这应该是第三管 还是第四管 用了很多 这个菊菜防晒挺有名的 它是一个物理防晒 它的液体跟一般防晒霜不太一样 是那种肉色肤色 像粉底液一样的东西 我今天用它了 直接涂脸上给你们看 什么感觉是没有香味的 有点像 像皮的那种味道 非常滋润 延展性非常好 涂了左边 它应该是没有润色效果 再接着说回刷酸吧 刷了算去的 它的皮润其实是非常脆弱的 补水之外 防晒也特别特别的重要 这个防晒 你甚至要做的比平时更猛才行 所以这个量一定不能适上 其实我冬天有时候用它 是拿它当一个比较滋润的妆线打底来 后续用别的 我手上的粉底 反正是没有搓泥的现象 你看突然之后 这个脸这个光泽 也完全不翻白 但是它是比较油热的 我感觉就是 可能是干皮会比较喜欢这种感觉 我油皮姐妹 就老七太码的这个 然后它是觉得有点油的 我脖子比脸 就是黑了得有一个半色号 因为我老是忘记 给脖子涂防晒 雅各这个防晒值是SPF50 然后PA4个加号 绝对够用 现在正好就给它时间 让这个防晒成膜 然后把头发干净弄一下 头发都干了 抓起来刷 今天正好接着 第一个跟大家分享 要预试用的那些东西 我洗发一直用的是这个组合 这个是Punting的 气润水氧洗发水 三分钟发膜 我头发是前一年多吧 就连续的洗眼 然后它发射确实不太好 尤其是在就是刚染完发的时候 其实头两次洗头发 是能明显的感觉 就是发射有点硬 有点色 但是用这个多洗几次之后 就柔软了 像这种滋润类型的护发产品 其实我以前用过一些是 当下很滋热 但是很容易油嘛 这个还好 我觉得就是它洗完之后 头发是比较蓬松的那种滋润 大概能暂时和两天吧 还有一个是这个洗发水 讲过很多次了 它是躯屑有用的 我是偶尔的间歇性的 有时候会觉得 这点头皮鞋的多嘛 之前这种黄屏超级猛 但是黄屏那个是 有一点掉发的感觉 是时间长了才能感觉到 它系列真的特别的多 我也不太分得清 其他的就是效果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比较直接有效的时候 你可以申请他们客服 这三个是很久都没有换过了 然后基本上是用这个Panty 然后间隔一个礼拜多 或者两个礼拜用一次这个 然后我们用一下是曲线的作用 然后他们加在一起 反正我觉得我现在发质还OK 反正也说到这儿 再说上浴液了 是这个多芬的直脆沐浴乳 这个是玫瑰味道的 瓶子就挺好看的 就是我感觉多芬好像有点开窍了 就是它从大概两年前 就是包装就变得很好看 它同系列的 有一个透明瓶子的那个洗发水 我买过之后非常不好用 就不要买那个 那个用完的头发超级色 可能很油的那种发质会喜欢的 反正受损发质不行 它这个沐浴乳是味道很好闻 是我喜欢那种玫瑰味道 还有一个是我自己没有察觉到 就是老李说的 像男生他用沐浴乳 就很不喜欢 用洗完之后 滑溜溜好像冲不干净的感觉 但是他说用这个是可以冲干净 就是摸起来是有点色色的 不是干 就是摸起来没有那么滑溜 洗不干的感觉 这是第二瓶也快用完了 我应该还是会回购这个的 终于可以吹头发 不怕这个用的是坎石 这个也是第二瓶 还上这蜜点也快用完了 这个东西是真的很好用 它和他俩搭配在一起 我现在的发质真的不错 再加上我染了这个黑发 就是上次过节回家的时候 就是婶子呀什么姑姑呀 就是看见我都会夸 说我现在发质就是有黑油亮 看起来特别健康 挤大概两瓶了 然后头发分两边 然后趁头发还没完全干的时候 就是每天都是给它搓一搓 它这个抹上去之后 滋润效果超好 而且是手上你觉得当下是油的 但是搓一会等一会 手上一点油的感觉都没有 不知道是蒸发了还是吸收了还是怎样 反正就是使用感非常好 它的香味我也挺喜欢的 但是这个纷纷我是比较喜欢浓重香味的那一类型 我觉得很多人懒得洗澡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洗完澡之后 胡肤这一套流程太麻烦了 我现在已经讲了有半个小时了吧 还没有吹头发 我这个头发现在穿着好放松了 你看我自来转之前 我好像会自己有这个弧度 这是自来转带给我唯一的好处 然后再挤一点 就是挤一磅就行了 不用挤刚才那么多 发烧再来一遍 然后这个发质就会显得很好 我真是太喜欢现在一个黑发 其实我自己都不怎么用梳子 就洗完澡之后 等头发差不多干了就很好捋顺 在头发湿的时候 千万别用梳子硬去疏通感 就头发湿的时候特别软 就是你十进梳 然后打结的地方 它会拉得非常长 就算它没有断 然后干的时候你再去摸 它和那正常的发质也不一样 怎么样这个发质 是不是还可以 这是第二期溯源出镜 可能我得化个妆 不然会有你们就记得我这个样子 这个上次拍吐槽的时候倒了一堆出来 然后不能浪费把它用掉 我今天是简单化了一个出门的妆 因为今天化妆不是重点 就是用到东西都打在刚才的弹幕里了 然后我发现我忘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涂身体乳 因为一般我都是洗完澡就立马涂 今天就忙着拍摄忘了这件事 而身体乳用的是凡事领的这个 它所有颜色我都用 我觉得都很好用 就是你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味道就行 然后这个黄色应该是最润的一块 夏天我用吧 我没有觉得它很黏 它吸收的也是挺快的 冬天是不用说的 尤其像是北方有过门的 如果你不抹身体乳的话 你身体绝对会天亮的厉害 然后这个凡事领这个东西 冬天的北方室内也完全能扛得住 然后夏天就抹的比较少 但是也要抹啊 尤其是像比如胳膊肘这种地方 就算是夏天你不经常护理的话 它也会干得西皮 我这都要出门了 然后再占补身体乳 现在是晚上的10点50了 刚回来我们晚上出去吃饭 特别好笑 就是那个地儿啊 它是特别有情调的 是一个有露台的那种露天的那种 然后两边都是花什么的 非常好 我们去的比较早嘛 就吃完饭的时候 天天刚好黑 然后那会儿有新来的 旁边有桌情侣 然后那种情侣感觉好像也不大熟 然后那个因为吃饭的那个地儿 它就是桌子是比较矮 就像茶几那种的 然后做到这种沙发 然后吃饭的时候 其实有点累的 你这样弯着腰才能吃到 然后我当时就跟老李说 我说这要是头几次来约会 来吃这的话 应该挺尴尬的 因为那个姿势实在是太难看了 然后旁边那桌就是这种情况 东西都已经上了 然后就是男的女的都不太好意思吃 都在那玩手机一家中 而且他们来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就是它那个因为为了情调 可能是桌上只有一个小小的 一个就是这么圆的一个光源 小叶灯似的东西吧 就根本看不清那个菜 太够了 这个是那个摇滚动物园的 牛腹的西装膏 就快用完了 这个就挺温和的 我们家其实有间那个太小了 就没有地儿放了一个相机 所以就是在这儿做一下西装 我去冲一下脸 我觉得我最近皮肤状态 真的还挺好 然后今天跟大家聊一下 刷酸的事 我是去年开始接触刷酸 就是关于刷酸的那个礼物 然后它那些寇服的知识 有很多比我更专业的 我今天是只给大家讲 我使用产品的感受 现在喜欢脸擦干 其实还是有点干的 所以你可以先补一层那个补水喷雾 或者是比较温和的一个化妆室 我不是很喜欢它这个味道 但是就是用不完 那我也没有办法 不能浪费 拍一拍 我刷酸用的是这两个产品 这个是水晶酸棉片 然后这是百十岁的面膜 它俩都非常便宜 这应该是50块钱左右 然后这个是100块钱左右的 价格是很实惠的 然后第一个接触的是这个棉片 我这是在有一期Vlog里边 跟大家分享过 都我眯眼了 它就是操作非常简单又傻瓜的 一边是这样的棉片 分两边的 一边是有凸起的 一边是没有的 它介绍应该是凸起的 就不可以这样擦拭 然后这边是没有凸起的 直接敷 然后我比较建议 如果你从来都没有 直接上来就直接敷 真的特别疼 你得慢慢建立一个耐瘦的过程 这个耐瘦的过程 其实说的直白点 就是让你皮肤有试验过程 我第一次刷牙的时候 就是觉得我脑门 然后鼻液两次 还有下巴 这儿是比较皮头漏后的 这样擦了一会儿 一般通官方都是建议 一个礼拜一到两次就可以了 而且是比如你皮肤是 有伤口的话也最好不要刷 我好像是讲过 我一开始是怎么试这个东西的 我对它很感兴趣 但是不敢用 刚刚拿那个老李的脸 做了一下实验 他就是给它擦完鼻头 然后稍微敷了一会儿 他比较皮头 然后我根本不怕这个 第二天他跟我讲 就觉得鼻子这儿 就是摸起来非常干爽 也没那么爱出油了 而且觉得黑头好像也变少了 然后我才敢用的 擦过之后就是 它会有些液体留在脸上吗 我是没有洗掉 就让它干掉之后 然后直接涂下一步 用个大概两三次 然后你皮肤觉得没事了之后 然后你再考虑这样试敷它 如果第一次用 你觉得超级疼的话 就赶紧立马洗掉 我最近脑门这是 老觉得有那种 一抠就能抠起来 那种透明的小粒粒 给它敷一敷 什么呀 我真是在你们面前 什么样性都出过了 然后是这个 百池脆的果酸面膜 它是那种透明的 褶泥的质地 直接拿它当涂管面膜 敷就行了 就是你避开眼周 然后你脸上 就比较敏感刺激的地方 其他地方就是敷一层 然后握个十分钟左右 然后把它洗掉 但是它不是说 你擦完之后 什么闭口就消失了 黑头也没有了 然后痘痘也不再长了 没有那么神奇 比如像我下巴 这有闭口的地方 敷过了两次之后 就那闭口感觉 就加快了它成熟的速度 然后你再摸一摸 就是一扣就能扣下来 像痘痘就是 我感觉它是能把 你还没有长出来 痘痘吹出来 这块痘痘爆出来 然后再消下来之后 我感觉皮肤就会变好 涂完酸之后 你会发现第二天 比如像B一种地方 它会爆皮 真的会爆 就算是下肠 它也会起皮 所以就是涮完酸之后 一定要补水保湿要做好 还有像我白天提到 防晒非常重要 因为你刷完中 皮肤超脆弱 不正常的 胡肤流程 就会用这个 麦菲 它叫什么麦菲 健肤水 对对对 然后是绿宝瓶精华 刷完酸之后的皮肤 就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不用了 要不然就是厚涂 这个百优面霜 要不然就是厚涂 这个安心霜 我今天就用这个安心霜 这东西真的太好了 太好用了 敏感皮肤 容易过敏的 然后你比较容易泛红了 真的可以背一个这个东西 我因为这个安心霜 对理肤全的印象特别好 它这个安心霜 有两个质的 一个乳液 一个是这个霜的 干皮的话 选这个霜比较合适 我前阵子不是试在二支口红吗 就是分两天来试的 嘴巴这一圈又有点那啥了 给嘴巴这多涂点 看在这个油光了吗 这个就是我们干皮的安全感 好了 现在就是胡肤就全都做完了 哦不对 没有涂唇膏 我因为吐槽这个 真是没少被人吐槽 不过后来又姐妹告诉我 它是有那种小铁罐装的原味的 因为我一直是在那个屈人室 还有那个国内的那个鞋店来看 是没有 我就以为没有 然后还是这个过期的这个面霜 往脖子上来一点 老理说我有一些喜欢 真的有点像六七十年代的人 过期的东西舍不得丢 请点吃虾嘛 我能想到的关于护肤 这些东西就都跟大家分享了 我确实也想拍Vlog跟大家 但是因为这一两年 没有什么机会来出旅游嘛 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 其实挺无聊挺枯燥的 但是这种稍微有点主题的话 可能还有点意思 如果大家还想看什么主题的话 可以就是分享告诉我 我们会考虑进去了 谢谢大家朋友读过这一天 现在是十一点十四分 晚安 我去剪片了 根本不能说